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是心理承受力教差者的不适 而有焦虑或忧郁症的人可能无法正常游玩本游戏 在开始游玩心动动文学社之前 你是否确认自己已满13岁 并且同意接触大量会引起不适的内容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使幽灵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我们的Doki Doki Literature Club 上一次我们的进展到了 啊 卷入两个女孩子的纷争 然后我在那之中逃跑了 所以我们要回来面对这个问题 对然后说什么 我到底为什么会被牵扯进来呢 我对写作可是一窍不通啊 不过不管我站在哪边 他对我的评价可能会变得更高吧 so of course that's going to be 一般来说我的选择 虽然说会 这时候应该是要努力的朝女 就是路线前进对吧 可是以我个人来说 我会请他帮我 下树 下树使盯着我 让我的双唇无法吐出任何语言 因为如果太偏袒一方 另外一方就可能 就真的吵起来 然后这个社团就会垮掉了吧 所以我是这样想啦 于是我转向了Yoli Yoli 但Yoli的面容是如此的毫无防备 让我也无法对她开口 Saioli Saioli 诶 是 Saioli会因为各位的争吵感到不安 明明知道会让朋友产生这样的感觉 你们怎么还能继续吵下去呢 Yagi 那是他的问题 这件事与他无关 我同意 我同意 用他人 让他人用自身的感情介入我们的争执并不公平 是的 除非Saioli想告诉Yoli 他死为目中无人的混蛋 他绝对不会这么说的 是你的不成熟让他心烦意乱的 你 你说什么 你真的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没人喜欢 停 下树 下树 Yoli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我 我希望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愉快的相处 我的朋友都很棒的 而且 我也因为他们的不同而喜欢他们 下树的诗 他们都很精彩 因为只用了聊聊术语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这么多的情感 尤里的也是一样 他们能够在你的脑海出描绘出美丽的画面 明明大家都是那么有天赋 为什么要互相争吵呢 因为 好吧 还有 下树很可爱这句话 绝对没有错 尤里的胸部也和往常一样 又大又漂亮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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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优里 哈哈哈 傻优里 傻优里一脸得意的站在那里 莫妮卡站在她的身后一脸疑惑的看着 我...我去泡点茶 我...我去泡点茶 尤里跑了出去 下树面无表情的坐下发呆 这就是让傻优里当副部...啊 这就是让傻优里当副部长的原因吗 我悄悄地跟莫妮卡说 她点点头 说实在的 虽然我可能有好的领导和组织能力 但我并不擅长与人相处 我甚至连想插话都没办法 身为部长这点让我有点惭愧呢 哈哈哈 不...我也没资格说你 我当时也说不出任何话来 嗯...好吧 我想这至少说明了傻优里有她的独到之处 不是吗? 的确如此 虽然她可能看起来傻傻的 但有时她又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嗯...我能理解 好好照顾她,好吗? 我不希望看到她让自己受伤 欸!所以...我这个是正常路线吗? 还是...我是说是优里路线吗? 还是傻优里路线呢? 我也这么想 包在我身上 嗯... 嗯... 是值得的 哼...至少大多数还行啦 Yagi 你怎么想呢?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 能够和大家一起讨论是件好事 很好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明天也这么做咯 你们可能也从朋友上学到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你们的诗就会变得更好了 我想了想 我确实对每个人喜欢的诗的类型了解了很多 如果运气好的话 这表示我至少能更好地打动那些我想要打动的人 带着新的决心我暗自点了点头 Yagi 准备好回家了吗? 当然啦 我们走吧 嘿嘿 有了 傻优里对我傻笑 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和傻优里一起度过这么长的时间了 我也不能说我不享受这段时光 傻优里 关于之前发生的事 诶 什么意思 就是有理恨下述的事情 这种事常常发生吗? 不不不不不 炒成了呀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他们都是很棒的人 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该不会讨厌他们吧? 是啊 我并不讨厌他们 我只是想听看看你的看法没有别的意思 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和你成为好朋友了 呼 你知道的Yagi 我很开心在社团和你一起共度时光 但我觉得啊 能看到你和他人融洽相处才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你 这 每天都会这么有趣 唉 傻优里似乎还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 和所有人都当朋友固然很好 但是 就仅此于此吗? 傻优里 差一点看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我拍了拍傻优里的肩膀 这句话其实是我对自己而不是对傻优里说的 只不过有时候很容易把傻优里当作内心的独白对象 好啊 嗯 就这么做吧 哇 继续写诗 每天都要写诗也太累了吧 应该还是Yori跳起来次数比较多吧 又是平常的一天 眨眼间又回到了社团活动的时间 几天过去我已经更加习惯文学社了 走进教室迎接我的又是那熟悉的场景 嗨 Yagi 哟 傻优里 你今天心情看起来不错吗 嘿嘿 我只不过 我只不过 我只是还不习惯你在社团里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了解 就连这种小事也能让 也能让你这么开心吗 不过你总是因为这种小事而感到开心吧 话说回来 我有点饿了 你要跟我去买零食吗 不用了谢谢 这一点都不像你 我有我的理由 傻优里要不要看看你的钱包 怎么那么突然 没为什么 真的 我只是想看看 啊啊 傻优里 紧张兮兮的掏出了自己的零钱包 笨拙的摸索着开口 将钱包打开 她将钱包整个倒过来 想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桌上 不过掉出来的只有两个小硬币 哈哈 我就知道 傻优里 我早就看透你了 这一点都不公平 你怎么知道的 很简单 如果你一开始就足够的钱的话 那么你在来社团教室之前 就会先买好零食了 所以要不是你不饿 只是想找个借口出去走走 就是你早就把钱用光了 想装健忘好让我借你钱 呵呵 不过还有一点 你根本就没有不饿的时候 这么一来答案就呼吃欲出咯 哇嗚 嗯 好想咯 不要让我有罪恶感嘛 如果你觉得有罪恶感 那就表示你确实该有罪恶感 呵呵 尤里忽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欸 欸 我完全没注意到她有在听我们说话 和往常一样 她依然把自己的脸埋在书里 啊啊 我 我刚才没有在听 只 只是书里的东西 尤里 快点让Yagi借我一点钱嘛 这 别这样把我牵扯进来啊 塞尤里 而且 你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买东西 坦白说 在刚刚那样的胡闹后 你也该 你也算是受到了该有的报应了 啊 我刚刚是不是 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只不过是太过专注在我的书上 嗯 嗯 嘿嘿 嘿嘿 小优里 我真的很喜欢你坦若心胸的样子 虽然很少见 但那也是你有趣的一面 那 那是 你 你怎么会那样想 不过 你说的也没做 我 做错了事 现在 我就得接受抱歉 是 是 就是 就是那个 嘿嘿 塞尤里 最难得你会这么说呢 我觉得 每个人心中都有 不都有想使坏的一面吗 嘿嘿 别听她唬烂 塞尤里 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 可别忘了 她在跟我说之前 就已经告诉我 告诉你们 她会把我拉来社团的 可 可是 如果不是因为 杯子蛋糕的话 你不会奶的 呵呵 被发现啦 所以 所以我得要 耍点小轨迹 让下树做蛋糕 塞尤里 你说的一点说服力也没有啊 嘿嘿 啊 哎呦 不知道 从哪里滚出来的某个东西 打在塞尤里的脸上 随后滚到了桌子上 哦 那 那 那是什么 诶 是 是饼干 的确 是一块 塑胶包装的大饼干 萨尤里看了看四周 那 难道这就是奇迹吗 因为我有说到报应 报复 报复 报应 老实说 你刚刚差点就讲对了 呃哈哈 这个本来就是要给你的 但是我听到了你说关于杯子蛋糕的事情 不过能看到你那种反应就算扯兵了吧 哈哈 哈哈 亚树 你你人真好 我超开心的 塞尤里紧紧的包住了饼干 天呐 你赶快吃吧 不一会儿的功夫 塞尤里便把包装拆开来了 并大口的咬了下去 就好吃 我咬到舌头了 只是吃个饼干也能搞成这样 夏树咬了一口自己的饼干 啊 夏树 你的看起来也很好吃 可以让我尝尝看吗 我的 哈哈 你真是鸡不择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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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的是巧克力口味的 是啊 不然你觉得我干嘛给你的块 嗯 好吧 不过 你你能把这块分给我 我也很开心 嘿嘿 塞尤里走到了夏树背后 并用手抱住了他 哼 天呐 我我知道呢 我知道呢 因为夏树的手中还有饼干 所以他用手揪把小油里推开 哼 哦 对哦 这个是嗯的意思啊 哼哼 塞尤里突然弯弯下了身 咬了一口夏树的饼干 欸嘿 嘿 哈哈 我 我快搞不清楚了 好可爱哦 你 你还真的这么干了 嗯 嘴巴塞得满满的塞尤里 快步了跑到安全的地方 尤里和我也笑了 呵呵 天呐 有的时候你真的很像小孩子呢 莫妮卡你能不能说说塞尤里 欸 夏树看了看四周 莫妮卡并不在 嗯 话说莫妮卡跑到哪里去呢 嗯 这是个好问题 你没有听说她今天会晚点来之类的吗 嗯 没有 嗯 嗯 我也不知道 嗯 不太正常 我希望她没事 她肯定不会有事的 可能只是因为她今天有点事情要做 毕竟她还是很受欢迎的 欸 你不觉得她 她又 呵呵 呵呵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一点也不惊讶 她可能比我们全部人都加起来更有魅力 啊 的确是这样 你 你在说什么 突然间 突然间 门被用力的拉开了 啊 非常抱歉 啊 你来了 我不是故意要迟到的 希望你们没有担心我之类的 欸 最终莫妮卡在社团跟男朋友之间选择了社团 你的意志力增强 男朋友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莫妮卡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啊 别别太在意了 话说回来你是被什么事情拖延了时间吗 啊 嗯 上一节是 咳 嗯 上一节是自习课 老实说我忘了时间 呵呵 那也太不合理了 至少你应该有听到下课钟响吧 那肯定是因为钟响被我练钢琴的声音盖过去了 钢琴 莫妮卡我真不知道你会弹钢琴呢 啊 其实我不会 最近才刚开始学 我已经想学钢琴很久了 好酷哦 弹些曲子给我们听听吧莫妮卡 这啊 莫妮卡看向了我 或许等到我弹得更好的时候 我会弹给你们听的 耶 听起来好厉害哦 我可是很期待哦 真的吗 如果是那样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Yagi 呵呵 啊 我不是想要给你压力还是什么的 呵呵 别担心 我最近练习的不少 在准备好后 如果有机会我也不是很乐意分享的 嗯我明白了 这样的话 那就祝你好运咯 谢啦 话说我应该没有错过什么吧 有吗 呃没什么 我选择隐瞒了Saioli的胡闹 不过夏树最后肯定还是会跟她抱怨的吧 看来大家都已经做定位了 Saioli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她的饼干吃光光了 Yagi Yagi回到了书上 下树的棕影也消失在树长柜里面 嘿 Yagi 诶 啊 我突然注意到Yagi看的不是我们一起读的那本 而是另一本书 啊抱歉我没有想到想要打扰你的 啊没没事 我其实也是在等你 啊这样的话 我们开始吧 嗯好啊 嗯 事实上我有一个请求 你会建议我先泡点茶吗 当然没问题 谢谢 如果世界上有什么能够让我的阅读时光更加完美的 那就一定是一杯好茶了 更何况是自己泡的茶 尤里站了起来走向储物柜 我在后面跟着 看着她从架上拿了个带绿网的小茶壶 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嗯当然 尤里把茶壶递给了我 并拿了个电热水壶 我去把这个插到讲桌那边 然后我们再去沉水吧 她从我身边走过 好香哦 把水壶放在了讲桌上 我只管看着她的动作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她做事的姿态跟她讲话的格调颇有反差 尤其是配合她那修长的腿 让尤里显得更加 更加 让尤里显得优雅端庄 好了可以把茶壶给我吗 谢谢我马上回来 啊或许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去 好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呢 我们走吧 嗯 嗯你们两个要去哪里 诶 呃 呃我们只是 尤里要泡一点茶 所以 我突然意识到 这件事跟莫妮卡解释起来有多么的奇怪 我们只是给茶壶盛点水 嗯好吧 抱歉我只是有点好奇 这种事一个人做就足够了 不是吗 嗯这个嘛 莫妮卡请关好你自己的事 还是你想说我尽力让 亚基融入社团活动有什么不妥吗 诶诶 我惊讶的口灯木呆 我 这样说也没问题了 哼 那我们走吧亚基 啊 尤里迅速离开了教室 我则跟在后面 咳咳 走到走廊后 她突然将额头抵在了墙上 我想都没想就这么说了 我怎么能够说这种话 尤里 我只是 她做某些话 她说某些话的方式 让我很不愉快 这是怎么了 没事的 没事的尤里 我觉得你没有做错什么 我没想过会那样 但是 摩尼卡这样批判一个人也是不对的 亚基 为什么 为什么 即使我做了什么坏事 你还是对我那么温柔 嗯 因为 你做的一些事情都没有你脑中想的那么严重 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都有情感 而我们不可能一直把它们隐藏起来 但你总是在脑中放大它们 一场小雨 经过你的脑中 可能都会转化成台风呢 嗯 不 不一定 不是 你 你不会因为这么可怕的事情讨厌我吗 我为什么会讨厌你呢 我不会因为某人有情绪就去讨厌她的 那样还算什么朋友啊 朋友吗 尤里抬起了头 亚基 能够和你成为朋友 我真的很开心 呵呵 谢谢你尤里 我也很开心能够和你成为朋友 说这种话多少有让我有点尴尬 但我想尽量让尤里好受一点 总之 嗯 我们走吧 嗯 尤里跟我走到最近的饮水机 将茶壶装满之后我们回到了教室 是 亚基 你喜欢乌龙茶吗 啊 嗯嗯 什么都可以的 很好 嗯 嗯 相信一定会的 嗯 是 嗯 嗯 是吗 油力 只是别太勉强自己咯 你总是在为我着想呢 亚基 看着人喜欢 啊 我都要脸红啦 嗯 嗯 嗯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上她的节奏了 嗯 尤里为我们两人各泡了一杯茶 亚基 我 我要一个请求 你介意我们今天坐在地板上读书吗 嗯 为什么 我的背会好瘦一点 靠着墙会比弯在地上 弯在座位上更舒服一点 啊 抱歉 我昨天没有意识到 没关系 只是我很常会背痛 所以我得小心一点 是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似乎是因为我的 啊 我的 我的 你的阅读知识 对吧 总是攻着身体读书 嗯 我的阅读知识很糟 应该是胸部太大了吧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坐在地上 嗯 有道理 那么我就先去拿点书吧 我把书从包里拿了出来 啊 我还有一点巧克力 这是一小包 从 没被塞尤里的甜食雷达发现的雷 巧克力糖 配茶应该不错 所以我就拿了出来 尤里和我 被靠着墙坐了下来 茶杯则放在一旁 我们有默契的用着 与昨天相同的阅读知识 分别握住了书的一边 只有这次我们靠的更近了 嗯 我有点看不清 哦 尤里又向我靠近了一点 以至于我们的肩膀都碰到了 这样我怎么还能专心读书啊 尤里平常也就已经够可爱了 但 当她稍微卸下心房 她呢 她就可爱到让我几乎无法承受了 你的茶杯 尤里把我的茶杯递了过来 我用闲着的手接过了茶杯 但现在的知识让我越来越难以专注了 因为我还得小心不去碰到尤里的胸部 同时尤里却好像什么都没注意到 她保持着和往常一样充满热切的阅读表情 而我猜她已经把书中的 书中世界以外的事抛出脑后了 我尽力地保持阅读的专注 几分钟后 我终于让自己放松了一点 我把茶杯放在了腿间 试着打开巧克力的包装纸 对不起 为了打开包装 我的手暂时离开了书 你想吃多少都可以哦 啊 那 那个哦 谢谢 但我还是不拿了 你确定吗 也是啊 因为如果读书的时候 因为拿巧克力会融化在手上 在书上面留下印记就不好了 嗯 真的 被我说中拿 如果手黏上巧克力的话 书叶可能会被弄脏的 啊 有道理 我都没考虑到这些 对不起 没必要道歉的 我来拿书好吗 你确定吗 当然 呜呼 尤力用手撑开了书 她的握法让我在阅读上 并没有产生什么麻烦 但正因如此 她的左臂基本上已经整在我的腿上了 呃 这样的话 呃 这样的话 尤力又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世界中了 我家那一块巧克力糖丢进了嘴里 接着拿起另一块 滴到了幽里的面前 她的视线依旧从没 没从书上离开 只是她若无其事一般自然的张开了嘴 但这就表示我也 哈哈哈哈 但这样就代表我也不能就此停下了 我小心的将巧克力放进了她的嘴里 噢 吊死巧克力了 咳 咳 尤力配合的咬住了巧克力 咳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吗 这个在动的这些particle 这些尘埃 好漂亮哦 尤力严肃的表情瞬间瓦解了 我 我刚刚难道 尤力看着我像是要确认刚刚发生了什么 啊 按错了 嗯 太可爱了吧 压吉 抱歉 我想我不该这么做的 嗯 其实 那个 你只是在帮忙 就是朋友间会做的事 对吧 呃 我是说 虽然感觉哪里不太对 但是 嗯 是呢 就是这样 嗯 那 你不配停下什么的 嗯 好 好吧 欸 它这边 它图其实做的很细腻耶 就是那个眼睛会 动来动去 气氛变得非常的紧张 尤力在试图回到书中的世界 但是我可以从她的表情看出 她现在已经无法再专注了 我的心在狂跳 我紧张地用手捏起了另一块巧克力 不过这次我们拭目相对 怎么会变成这样 哈哈哈 尤力的视线并没有离开 我注意到她的胸口随着呼吸的节奏一起一扶 我举起了手 啊 就像刚刚 尤力微微张开了嘴 但这次可不太一样 我将巧克力放入她的嘴中 我感受到她灼热的气息触碰到了我的手指 哦 好啦各位 哇 尤力慌乱的退了回去 是时候分享诗咯 Yagi你能帮尤力把茶具收一下吧 哦 当然没问题 哼 好的谢谢 咒语被突然瓦解了 我 我会处理那些杯子的 呃好 好 尤力从地板上将茶杯收起来 我捡起了那袋巧克力 最终我们一言不发的 匆匆的将这里整理干净 我想我们两个都不会再有勇 有勇气再次提起刚刚的事了 好 那么我们 这一集就在 那个与尤力的欢乐时光 Doki Doki时光 对的完结了 感谢Monica的那个干扰 可恶 好 总之 我们就结束啦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